奥运场馆的赛后运营是世界性的难题 为了适应后奥运时代的利用需要 众多国内外奥运场馆都进行着各种尝试和转变 6月25日 《鸟巢吸引》2013年演出季又一次拉开了序幕 活动当天 韩红作为该演出活动的艺术总监 也通过视频认证了该活动的启动 2013《鸟巢吸引》这个大型演出已经办了一次了 去年办得不错 很成功 但是今年可能会去年更加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信地说一句 今年的2013《鸟巢吸引》 我是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所以呢 我会动用我的神漫 把我的好朋友 把音乐界的大师们都请来 我们共同来见证鸟巢的又一次的胜利 见证鸟巢的又一次的辉煌与奇迹 据了解《鸟巢吸引》2013年演出季 正从9月12日持续在国家体育场演出到10月7日 将成为首都乃至全国大型文艺演出活动重头戏 这也将是北京奥运会主体游场 国家体育场秒巢 持续进行赛后运营 量身定制的最大规模的项目 再次亮相 2255 2255 225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